这样一集白雪和瓜小龙起了冲锋 大家支持谁呢 小龙 你的饭我给你打回来了 谢谢哥哥 你真好 你的谢谢值多少钱 难道不应该问问瓜瓜换了多少 先把钱给了吗 抱歉 瓜瓜 多少钱呢 没关系 没关系 十块 好 那给你十块 奇怪 我怎么觉得白雪不喜欢小龙呢 可别想爱瓜瓜的账 这个多管闲事的白雪 小龙 你的书我给你放桌子上咯 谢谢你啊 宁宁 我看起来 小牛牛 以后你别给人帮淘腿了 白雪 你怎么这么冷漠 难道室友之间互相帮忙也不行吗 怎么回事 白雪和小龙之间怎么了 不该帮谁啊 没关系的 我就是顺路 帮个门 那小龙什么都叫别人做 他自己动都不动一下 他又那么爱美 万一揽成大肥猪 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 那不行 漂亮的小龙可不能变肥猪 那以后你的东西我就不管你拿咯 气死我了 那个 宿舍长林呱呱提一个建议 205要和和气气 好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哦 对对对 你要和气的 我一直都很和气啊 吃白雪 没事找事 呱呱说的是好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可不是单方面的帮助你 你 对哦 小龙 你确实什么都不做 哪是叫我们干这干那的 真正的好朋友总会为对方酌下 而不是总使唤人 话就放这儿 大家自己想吧 嗯 白雪说的对 那小龙以后你能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哦 我睡了 嗯 没错 小龙你以后不要什么都叫我们做 其实就累的 你个白雪 等我找到机会一定要你好看 两个小傻瓜总算明白过来 也不算太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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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